大家知道我們今天主題是徐志強的第一次吧 所以我們並沒有說我們要談那個face啊或什麼問題 沒有 我今天的設定是這樣 因為我剛才問過導演 就是紀岳君小記 然後他說因為徐志強的練習題 所以在2012年開始他拍這部紀錄片 然後拍了五年多 然後因為紀錄片的上映 所以他跟徐志強兩個人呢 那個應前座談應後座談大概有數十場 就是一直跟徐志強在一起 那今天他終於可以擺脫徐志強了 所以我們打算今天要不要來說徐志強的壞話 就是說徐志強的另外一面 那今天原本事實上阿強有答應要來 但後來他發現他家裡有事情 所以他今天沒有辦法到現場來 那所以如果還沒有看過他的人 我覺得下禮拜還有機會 那尤其是他在私改會工作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參加私改會的活動 那或者是下禮拜還繼續有紀錄片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這個紀錄片 那所以不用擔心就是沒有看到他 因為我覺得從他2012年出來之後 我覺得他相較於其他的死刑犯或相較於其他我們說同學 我覺得他的回歸社會之路做的還不錯 那因為他參與私改會然後在裡面工作 然後如果有機會你可以在其他的社運場合的時候 你會看到阿強也參與其中 所以你們一定會看到阿強的 那所以今天就把機會讓給我們 就是我們來講阿強的另外一面 或者說他的壞話 但是千萬不要告訴他 可是有直播對不對 好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叫林欣宜 然後我是費子聯盟執行長 那我自己 我相信可能比起很多人 我相信除了律師之外 或者他的爸爸媽媽之外 在社運圈裡面 我覺得最早最早接觸徐志強案的人 可能是我 那我在1999年的時候在私改會工作 然後就開始接觸了蘇建合案 然後徐志強案 然後江國慶案 然後很多很多的死刑案件 但是到後來我離開私改會 然後開始做費子的工作 然後一直到現在 所以對我來說 就是最開始影響我思考死刑議題 的確從蘇建合案開始 就是我記得我1999年 那時候我還非常的年輕 那我大學畢業大概一兩年吧 然後就到私改會去工作 我的暑假的震撼教育 就是我到私改會工作 然後看卷宗 然後我就到看守所 圖身看守所 然後見到了蘇建合 劉秉郎 莊林訊 那這個是我過去想都沒有想過的事情 那他們三個人比我大一點點 所以你可以想像他們19歲 就是就已經在監獄裡面了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影響我很深 所以我開始 當然後來還有另外一個案件 就是盧鎮案被錯誤執行的盧鎮案 那我講過很多次 就是因為一些案件讓我開始從旁觀者開始想說 死刑要不要廢除理論上面是怎麼樣 到我覺得我應該要成為一個堅定的行動者 那今天我剛開始我跟小季在樓上就是聊一下說今天晚上怎麼進行 那我跟他是在2012年認識的 事實上到現在也已經很久了 但是我剛才在我們兩個就一邊吃飯 然後我們已經每個人都喝了一杯一瓶啤酒 所以我們才下來 我相信等一下會談得更好 那我才開始認識他 因為我就問他說 小季那你以前是念什麼的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雖然在2012年認識他 那時候我們就是跟思改慧救援團體 一直開始想要拍許志強的紀錄片 等一下我想小季會有更多的說明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認識了 但是我到現在才開始在想說他到底是誰啊 然後我也才確定說 我想說應該是學紀錄片的吧 但是他大學念的是器官 然後他說後來研究所他念的是紀錄片 但是他沒有畢業 所以他最高學歷 或是如果現在被認為是一個比較專業的專長的話 應該是管理學 抱歉不是紀錄片 好 我說真的好 那我覺得他自己的開始 就是我覺得他對於很多社會運動有一些關懷 他說他並不是一開始就設定自己是一個影像工作者 他比較設定自己為行動者 那我剛才聽他講了一些很精彩的故事 那我現在要留情就是他開始就是拍這部紀錄片 而且拍了五年多 那我必須要講這中間有非常非常多的辛苦 我們剛才兩個人在彼此就是核對一些基礎的事實 就是從他那邊知道的事情跟從我這邊知道的事情 事實上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那一路走來是真的非常的艱辛 那我們兩個人今天打算的一個做法是 我等一下會讓小季他就開始談他想談的事情 然後我們有點像是對談 如果我覺得有一些話我想要回應的話 那我就會搶麥克風跟他講說小季我要講話 那如果我回應的事情他覺得他想要回應的話 那他也會說他想要說話 但是同時我也很希望大家一樣是參與者一樣是行動者 就是如果在這過程中間你們有想要加入這個對話 想要問問題的話我會很希望大家可以 那為什麼我們最開始的時候要問大家說有沒有看過紀錄片 原因是因為我們在打算說我們要做影片的介紹嗎 但是這是不符合我們的想法的 因為我們當初想要做紀錄片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覺得用嘴巴說 說不清楚而且太無聊了 所以我們才想拍一個紀錄片讓更多人了解 結果我們拍了紀錄片之後 現在還要求我們用十分鐘的時間簡介徐志強案 我覺得這件事情有點太過分 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會試著就是看用什麼樣的方式 我相信雖然有些人就是沒有看過紀錄片 但是至少對於徐志強案有一些梗概的了解 所以這可能就不會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但是萬一萬一有人是真的就是誤闖摺悟 就是完全有沒有人真的在走進摺悟之前 完全沒有聽過徐志強案的請舉手 OK啊那很好 那我想我們就可以在這一個部分我們可以稍微的簡略 那當然如果大家下個禮拜就是還願意去看 徐志強的練習題這部紀錄片的話 或許已經看過的人可以今天有更多的問題 可以跟我們的對話互相印證 那還沒有看過的人我會希望說 不要看完不要聽完我們兩個人今天的演講之後 下禮拜就決定不要去看紀錄片了 拜託千萬不要這樣 就是下禮拜還有一些場次 然後我覺得你們可以去看一看這樣子 好那我接下來我就把麥克風交給小季 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他 好 導演 好 好 就是 我也介紹一下自己 因為可能大家比較知道新穎 因為可能常常在這邊辦活動 就是 我大概是 我是 2001年畢業 大學畢業 然後我是念氣管系 所以 我大學是念氣管 然後我們那個氣管系 大家如果知道的話 就是追求股東利潤最大化 然後事實上我 大概就是那四年都在念這些東西 可是我事實上念氣管 我其實我自己最有興趣的是人 對就是說 那這是因為當然受我爸影響 就是說我爸有那種三教九流的朋友 那我從小就是在聽他講 三教九流的朋友的故事 可是因為我們就是都市小孩子長大 我們沒有機會去遇到這些人 那我我那時候唯一的企圖跟興趣就是我想要當業務 我想要去接觸不同的人 所以我大學一畢業之後我就去做業務 然後就是去賣東西 大概就是做這樣的事情 那 可是過了一年之後 大概就公司也倒閉了 然後就發生了一些事情這樣子 那沒關係 倒閉的生肖非常好 那個 那個 呵呵呵呵 就是 我突然間想到我其實 小時候很喜歡畫畫 就是我是一個小時候很 就是大概就是 對啦 會得獎啦 就是 就有點天分 就是我也沒有學什麼 反正就是會很會素描 反正就是畫畫的部分 其實是有一個天分這樣 那我後來03年04年之後 我就跑去那個 美術館 我就去當展覽主公讀生 然後看到了文化大學 有人在教紀錄片 那個人叫楊麗舟 那我就跑去文化大學推廣部 上紀錄片 那我的 我為什麼後來會轉到那邊去 其實是楊麗舟的片子 影響我 不是楊麗舟的片子 楊麗舟的課程影響我 呃 蠻大的 就是 我是一個 我大學時期 應該沒有人會想要跟我看電影的人 即便我女朋友 就是 我是不會入戲的 我在那邊找查 然後跟她講說 下一個地方會出現什麼 等一下下一個地方會出現什麼 然後在那邊破梗 然後在那邊找查 所以 大概沒有什麼人 即便是文藝片 我大概就是把它變成搞笑片 本來沒有人會想要跟我一起看電影 嗯 然後 然後 可是我看紀錄片 我居然在楊麗舟麗的課堂上面 看了一支片 看到自己哭了 那個衝擊對我很大 因為那在講一個真實的案例 然後在講一個 家庭的故事 那 我自己本身 因為我是過季的小孩子 所以我家庭裡面 其實會有一些故事 那 這個地方會跟我的生命經驗 有些印證 那我沒有辦法在劇情片裡面得到印證 可是我居然在一個紀錄片裡面 發現一些可以呼應的一些東西 然後那件事情讓我有一個衝動 我就跑去台南藝術大學 我就去 我覺得他們有一個烏山頭營展 我就衝過去 然後就去看那些影片 好 那我高中時候呢 其實 就是 就是 蠻喜歡讀一些像什麼彭明明啊 或者反正就是一些什麼 台灣獨立宣言啊 反正就是一些所謂的可能禁書的東西 然後或者說 會想要知道那些東西 高中大學的時候 其實雖然是念氣管的 其實的確真的會很想知道 台灣的歷史 那一塊的求知欲是一直有的 然後去到南藝之後我就發現 那邊有綠色小組的老師 然後那邊有 其實整個台灣戒嚴之後的一些資料 其實 然後再加上 在南藝那邊拍到 看到一些片子 是我平常在電視台我看不到的 他們會談女性的題目 會談同志的題目 會談各式各樣的東西 我 我 我真的是心神嚮往 所以我就隔一年 我就考去南藝 然後就去了 然後去了之後才發現 嗯 好 跟你想的不太一樣 好 好 那反正還是學了兩年 那當然其實啟蒙還是非常多 因為的確 那個時候有張老師嘛 張兆堂老師 關小龍老師 林信怡老師 事實上 都是整個台灣從80年代 報導攝影 文學等等之類的 甚至更早期的這個 張老師的這個年代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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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歐建石主義的這個年代 其實 你 你 你慢慢去 呃 等於算是填補其實對於台灣認識的不足啦 其實的確是這個樣子 那 呃 研究所其實這件事 雖然說 跟自己想像還是有落差 可是 其實一直在填補對於台灣歷史的缺乏 就是 其實大 研究所時期大概是這樣 然後練了兩年之後就有點鬱足 然後就跑出來 那跑出來之後 那跑出來之後 我其實說 我自己說我自己其實比較不像是一個電影工作者 我比較像是 這也是我覺得後面所謂的行動者吧 這也是當然人家的定義 可是就是 簡單講就是 我看到一個事情 這個事情 如果是有人要 沒有人在做 你就會想說 你能做什麼 就大概是這個心情而已 我也不知道那個行動者到底是 當然是什麼 你就會覺得 那因為像我那時候在南投拍謝英俊 其實說拍也不是 其實我是蠻想去蓋房子的 你知道謝英俊他這邊蓋房子嗎 其實我真的是蠻想去蓋 就是試著跟大家一起協力照顧 蓋其一棟房子 只是說 藉由一個拍攝的名義可以上去這樣 可是就是 自己還蠻喜歡就是說 動手去做 或者說就是去摸 或是認識這個土地上面的東西 這件事情其實大概這樣 只是影像變成我一個藉口跟媒介這樣子 好 那我出來 就是說我南逸出來之後 我第一個去的地點是保障岩 2006年那時候保障岩其實在做 那我本來其實有一個 我本來其實是想念建築的 就是因為建築 我本來是 就是我蠻喜歡念建築史的 不管是世界的建築史 或是台灣的建築史 就是我本來是想要念建築史 然後就因緣機會 反正就知道謝英俊 然後就知道保障岩這樣子 好 那保障岩的事情 又拉開了整個台灣 其實你們知道嗎 那個就是 從90年代的所謂的14、15號公園 綠色推土機 就是那時候在推那個新來的大安森林公園 以前都是那個圍張建築 以前都是老兵來這邊蓋的這些地方 那這邊又會牽扯到整個台灣的民族 就是跟這個移民 這些事件下來 這些東西都是其實我覺得我要去知道的 所以保障岩的那個時期 大概就是去了解這些東西 可是那時候背後其實就只是 我沒有太多想法 我沒有說要拍一部什麼片 我沒有要幹嘛 就是說藉由影片去做一個紀錄 可是那一場運動其實到最後我變 我從紀錄者變成組織者 就是怎麼講呢 就是反正後來就有事件 然後那個裡面牽扯到文資法 違章建築處理辦法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沒什麼人要理我 然後你拍這些東西也沒什麼人看 然後你就要開始辦記者會 然後去找議員要幹嘛這樣子 然後我大概受了一些衝動吧 就是我那時候也在保障岩哭得很慘 然後後來就決定放下攝影機 然後就變成組織者 自己寫新聞稿 然後去找議員 然後去幹嘛 然後就開記者會 然後就辦這些 那個大概是生平頭一次經驗 就自己新聞稿寫出去 都不知道有沒有人會來看的那種 那種狀況這樣 大概是那個階段是這樣 然後那個階段就開始慢慢認識 台灣的所謂的社域媒體 例如說苦勞網 例如說台灣攝影圈的一些東西 那個經驗對我來說蠻重要的 因為我發現我們在裡面 我們知道一些事情有問題 然後我們講了一些東西 可是外面的人其實完全聽不懂 我們在講什麼 保障岩那個事件大概就這樣過 然後後來我在保障岩受傷 就出來 出來之後因為很多朋友都在關注熱身 然後我那時候邊受傷 我也沒有辦法去當組織者 或者說在現場做什麼事情 我就是 因為我蠻喜歡資訊的 就是說 就是一些簡單的程式啦 或者說資訊媒體這些東西 我自己有興趣了解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一群人 他們在Google Group 那時候還不流行 那時候Google Group上面 有一個群組叫做Happy Mob 那裡面有什麼人呢 裡面有現在像是董福星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然後有這個 那個叫什麼 鄭國威 現在叫做泛科學的總編 然後有現在在關鍵評論網工作的王明月 然後有一個叫廢業青年 以前有一個蠻有名的網誌 就是紅白機的網誌 叫Wendy的廢業青年日誌 那麼這一群外圍 其實那個時候他們不是熱親的裡面的人 他們在2007年那時候搞了 用Google site做了一個網站 然後他們是好多人輪流24小時 因為那時候熱身發生事件 然後他們想要趕緊做一個 不同界面的傳播 他們就做了一個輪番做了一個網站 然後那時候Wendy 他好像是馮夾建築系的 他跑去做一點田野 然後就畫了一張手稿 就是熱身保留90%的那個手稿 然後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 那個時候還有一個社群媒體 叫做Hey Me Day Me 大家有聽過嗎 那你們知道Delicious嗎 完全不知道 就是那時候是一種 以前我們在用那個叫什麼 瀏覽器的時候是有我的最愛 那我的最愛是不是通常只有你知道 可是在那個年代 他們把我的最愛這種書籤給網路化 比如說你加入了某個網站的時候 外面的人會看得到 然後你加了這個網站成為你的最愛的時候 別人就可以推 像現在按讚的邏輯是一樣的 別人可以推你 那所以那個時候是一個社群媒體 等於算是一個社交媒體啦 社交媒體 可是是用書籤這樣子的模式去運作 這在那個年代 Wennie他們那群人 在那個年代用Hey Me Day Me 做了第一次的募款 然後在蘋果日報上面 刊登了熱身第一次的那個廣告 熱身保留就是他的廣告 我其實對那件事情對我來講 到現在為止衝擊都非常大 就是我發現這群所謂的外面的人 不是那麼裡面的人 他們反而可以找到一些關鍵 或找到一些語言 其實在把一個很複雜的東西傳遞出去 所以我經歷過了這個所謂可能 某個程度當然沒有像星儀他們 這麼長期以來去做組織的工作 可是等於算是也有做過所謂組織者 也有看了外面這些人在做事 我自己就開始去學習或說練習 到底怎麼做這件事情 那剛剛講野草莓是這樣 野草莓2008年開始 我那時候在台南 然後我不知道在座各位 知不知道野草莓啦 反正就是那時候發生的時候 我就是用Blogspot做了一個網站 然後因為各地都在發生訊息跟事件 然後我就上PTT上什麼地方 我就把這些訊息跟消息全部整理起來 然後本來是只有我在整理 然後後來就反正關係就連到 野草莓裡面的一些人 然後就開放給他們 最後就變成他們在管理 就是反正就最 我沒有差 就是說我起了一個頭 然後把資訊整理起來 然後最後他們就開始在做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練習 就是一個參與的練習這樣子 那我一直在做這個事情 然後像例如說08年 我想要做媒體禁用 然後那時候有個議題叫 農村再生條例 然後我一直覺得農村的東西 農村再生條例那個東西很立法院 就是都是立法院裡面在做的事情 然後一般農民其實聽不懂那個東西 那我就跟那時候跟苦勞網的窮禮 我們做了一則新聞 可是我們去永和社區大學 然後他們社區大學裡面 有人會客家化 還有會閩南語 我們就把那個 我們做的新聞 跟他們一起討論 討論完之後翻譯成 客家化跟閩南語 然後在立院宮廷會的現場 我們那時候蠻 我覺得現在看起來蠻前衛的 我們去做那個網路直播 然後連結到那個農村 目的是說 啊到底農民 他們是知道說現在公廷會 到底裡面是在討論什麼嗎 他們是聽不懂 怎麼有什麼用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希望說 立院的討論要讓一般的農民 事實上是聽得懂的 所以我們做那個網路直播 然後讓那些農民 其實可以在現場提問問題 我在做的事情有點都是這個東西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做這些 可是我其實沒有一直說 我要做一個影片 可是我都在做一種 比較像行動參與的事情 那只是好像這件事情 應該是吃不飽 那可是後來自己 當然也比較喜歡影像的表達 所以我後來就有去做公共電視的記者 就是我雖然是做這些 可是我也去學習 到底如果新聞要怎麼做 做一則新聞專題要怎麼做 所以也就認識了 其實這次找我進來 不管星儀還有就是一個吳東木 他就是兩千年開始在關注 這個司法人權議題的公共電視的記者 然後新聞專題我去學了之後 其實我自己覺得新聞專題 不是不好 可是有些東西我 那個篇幅我大概還是講不清楚 所以我自己還是跳出來 自己去成立一家公司 那才因緣際會 連結到剛剛欣儀講的那個東西 就是說我們後來開始去拍 這一個徐志強這個案子 大概就是我的過程是這樣到這個地方來的 先到這邊 我從1999年開始就是在司改會工作 然後開始接觸死刑 然後開始接觸司法改革 那過程當中當然看過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有開心的事情 或者是有難過的事情 那我必須要講大部分的事情是比較絕望的事情 大家要記得就是那時候 那時候書建和愛在2000年的時候開啟再生 但是在2000年之前已經有很多的NGO團體 包括司改會 包括跆拳會跟人本 已經做了很久很久的努力了 那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在那個濟南長老教會 走了214天 每天喔 就是很難想像就是我們現在 就是我們在每天我們就到濟南長老教會 傍晚去繞行 然後要想很多很多的行動 終於書建和愛開啟了再生 但是開啟再生之後的兩天 蘇建和的爸爸過世了 然後一直到後來2003年 就是再生宣判無罪 然後我親眼看著蘇建和劉秉郎、莊林軒 他們原本在法庭上面是帶著腳聊 然後那個法官當庭說 他釋放他們 這聽起來 但是你可以想像就是從2003年 他們就是宣判無罪 就是再生無罪之後被釋放 但是這個案件沒有結束 因為他要上最高法院做確定 他沒有確定再發回 所以來來來回回 他在2013年就是10年之後 他才整個無罪確定 好 所以那個整個一整個走來的那個過程 你很少聽到好消息 即便我說的這個書建和愛 已經是個好消息了 但是它的過程有多漫長 更何況我們在2000年之前 得到再生之前的 八九年的時間 他們就是在那個看守所裡面 那是一個怎麼樣的狀況 那蘇建和、劉秉郎、張林軒 跟徐志強他們曾經有一段時期 在同樣都在看守所當中 那為什麼會 徐志強為什麼後來決定自己投案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也是因為他們聽到 蘇建和案的共同被告 被執行死刑之後 後來就死無對證 因此要獲得清白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所以徐志強那時候才會決定說 好他要出來投案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過程當中 那徐志強當然在2012年 那時候開始拍攝是因為速審法的關係 我們那時候知道說2012年 那個徐志強有機會被放出來 並不是因為他已經是宣判無罪了 而是因為速審法的關係 即使說審判超過八年 如果你沒有辦法 就是有一個確定判決的話 那你不能夠繼續關人 所以那時候我們確定他會出來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我們一再一再的都在想說 我們到底能夠用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讓大家看見 那大家要知道就是說 現在是個網路非常發達的年代 每個人有各式各樣的社群媒體 你可能主要的資訊來源就是網路 但是在1999年2000年 以及之前以及之後的那個年代 就是訊息的傳播 並不像我們這樣想像的 就是我到司改會工作的時候 有人知道什麼是傳真嗎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很習慣就是 可能我們發個Line 發個Facebook的群組的信 發個E-mail 那大家都收到消息了 那也是這樣通知律師嘛 但是我1999年 就是改會工作的時候 我要通知律師開會 我要用傳真 所以你可以知道 那個年代是差異非常非常大的 那我們開始在想說 那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讓更多人看到 所以在蘇建河岸 就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嘗試 那蘇建河岸也一直以來 算是台灣 我相信是啟蒙台灣很多人 投入司法改革 或是投入Face運動 很重要的一個個案 那相對於相較之下 事實上徐自強案 就沒有受到那麼樣的注目 我們現在想覺得很簡單 就是好像我們講 後來蘇建河岸排字 後來蘇建河岸排活動 後來徐自強案的活動 或是甚至我們今天 這樣子的一個座談會 好像來的人 現在可能在現場 有四五十個人吧 可是在過去你說 真的就是工作人員 小貓兩三隻 然後並不是那麼多人可以參與 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 社運工作者 在座的事情就是一再地想 如何能讓別人看見 如何能讓別人看見 那我覺得在那個時候 公共電視有紀錄觀點 所以曾經拍過蘇建河案的紀錄片 然後也拍過盧鎮案 另外一個死刑冤案 但他已經被執行的紀錄片了 所以到後來我們就開始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用什麼樣的方式 用影像的方式 讓更多人看到 那我雖然後來已經就是做Face聯盟 事實上也是因為徐自強案的關係 然後開啟了Face聯盟 就是想說我們要組成Face聯盟 那我已經開始在Face聯盟工作 但是我還是總是參與這些相關的工作 因為徐自強案的主要問題 事實上是私改會 一直以來都是私改會主律師團 那那時候開始在想說 影像是一個可能性 那要怎麼辦呢 所以我那時候 那時候我跟救援團隊提出了這樣的想法 然後他們也覺得 對好像應該要有 然後那時候我們的第一個目標 事實上不是小季 我還不認識他 他是誰 他剛才講的那一大堆事情 事實上你們每個人都聽過嗎 我覺得不聽過是很 沒有聽過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為我也沒聽過 好 然後我那時候根本不認識他 但是我第一個目標對象是吳東木 那吳東木他是公視的記者 然後他長期以來跟著徐自強案 拍了很多很多的影像 我覺得某種程度 小季的紀錄片到後來會那麼精彩 就是那時候東木的努力以及公共電視 累積的那些影像素材 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工程 那東木就說他沒有辦法 然後後來他就推薦了小季 然後我們就開始見面 那我們剛才在上面才互相確認了 那個推坑的過程 到底是誰決定這件事情 到底是誰去騙了誰 然後怎麼樣進來 然後怎麼樣到後來 慢慢慢慢就是這個紀錄片的工作團隊 就是比較成立 那我會覺得剛才小季介紹了一下 他自己為什麼會關懷社會運動 會比較定位自己是行動者 以及後來他覺得影像是一個 我不曉得可以說是武器吧 或至少是一個工具 那我覺得接下來你應該要分享的事情 就是說怎麼跳坑進來這個紀錄片 然後這過程當中我覺得有什麼困難 那我覺得我們後面我們可以稍微談一下 最後我們可以稍微談一下 紀錄片比較開心的事情 以及最後最後我們就把徐志強的那個壞話 留到最後面 所以大家要認真的聽完我們的分享 對 就是 那個 就看過影片知道那年其實我 我正在結婚 我其實真的是 其實那時候我是叫找別人來拍這部片 就是說我覺得我自己沒有辦法拍這部片 那時候我找了一堆朋友 就說你幫我來趕快 因為他們五月份就要出來了 然後很多 五月份之前其實我沒有要去拍他們家裡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是找了很多朋友 想說你們要不要來接這個案子 那這個案子大概是什麼樣子 我大概把我的東西跟他們講 呃 每個人都手上都有案子啦 然後其實就是 就是 大概沒有人有辦法 promise就是說 一定可以接下來這件事情 可是反正就那時候就陸陸續續 我測試了一些我的朋友 好 那沒有人要接下 沒有人真的完全要接下來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 呃 這個案子沒有說要多少錢 就是那個時候這個案子是沒有錢的 然後 然後 呃 然後司改惠的講法就是說 呃 呃 那個導演我尊重你的這個 這個 獨立創作的精神 呃 然後 呃 就是我不干涉你啦 我不干涉你的創作的想法 那我幫你找錢 那說實在話啦 這個沒有錢這件事情也 經常 因為以前 我說像剛剛講嘛 我以前做那些事情其實都蠻沒有錢嘛 那 其實沒有錢這件事情我已經覺得 好啦 習以為常了 可是 有一個人會說 欸 你要怎麼做事我都不太干涉你這件事情 因為那陣子事實上我也有一些商業廣告的經驗 喔 你總是被業者 那個壓著 就是 指指點點說 哎 這個東西要那樣拍 那個東西要那樣拍 你會 一定有人在後面 control 你就對 那真的有人願意 例如說放手 然後讓你說 欸 你自己怎麼做 我尊重你 這種話我真的倒是第一次聽到 所以那時候林峰正講這個話 是的確把我騙到 然後 然後就進來了 好 那 進來之後 欸 大概 一二年那個時候 反正 許志祥出來 我們就陸陸續續拍 然後 我就想說 反正 我自己本身有一些紀錄片經驗 然後以前有一些揣摩的影片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 有一個叫正義男生 前陣子在新北市有放過 叫做 英文叫The Thing Blue Line 是美國就是非常著名的一個 紀錄片經典 也是一個冤暗的經典 那這個 因為在南義至少還是有學一些東西 所以大概有一些 有一些想法 那 知道這種暈暗紀錄片 其實很需要模擬畫面 需要重建現場等等之類的 反正一二年 我就要去做了一些這種事情 那我也想說 要表現一下嘛 就是要拍一些東西回來 跟思改會要錢會比較好要 那就去拍了模擬畫面 然後去跟 實際想 這個 跟了他的這個東西 那我覺得 我要先講一下 我初期其實對於這個案件 那個時候大家都覺得很難拍 許之強為什麼覺得很難拍的原因 如果你們知道鄭信哲案 你們知道書建何案 鄭信哲案發生在什麼一個地方 KTV KTV 然後後來你們現在如果有在關注鄭信哲案的 你會看見 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在做那個3D模擬 還有彈道射擊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視覺化的 然後可以去論證 到底說 鄭信哲到底在那個現場有沒有辦法開槍 你有一個現場 然後你可以去做這種所謂的 視覺化或者是說 怎麼講 就是說分析 那鄭信哲 那個誰 那個 書建何案有什麼 有那個 有嗎 你們如果看過影片的 從容一開始就在講菜刀 到底砍幾刀 那個錢 到底是 我要分二十幾塊錢 到底是怎麼樣 他有一些 蠻重要的那些現場的一些東西 他可以都論證 那時候聽到 許之強案的時候 最大的問題就是 許之強說他沒有在現場 因為鄭信哲他也在那邊嘛 然後書建何案也是因為這樣有牽扯嘛 然後 那 鄭信哲 許之強案他完全沒在現場 這另外兩個人 去做了這些事情 然後他說了一些東西 他說了一些 他提出了一些說法 不管是證人的說法 或者說他的不在場證明 基本上那就是說法 都是一堆說法 那你到底要怎麼拍 那其實 這很難拍沒有錯 可是當時這就是最吸引我的點 就是他只剩下說法 那到底誰說的是真的 就是這件事情不管是在紀錄片上面 就是說我學紀錄片 一開頭老師跟我講的事情就是 你知道真實在你拍攝完 你在剪接的時候 你就是那個已經不見了 你自己剪接的時候 那個是你自己建構出來 你認為的觀點 那其實跟當時的真相是完全不一樣 那時候我覺得蠻衝擊我的 就是說 那個真實是我們建構出來這件事情 那當然就是 後來你知道哲學 不管是哲學或是藝術上面 一直在討論真實跟虛構這個問題 這件事情到現在當然還是一直很吸引我 那 許之強案其實當時會吸引我的點 就是這件事情 到底哪個是真的 哪個是虛的 到底是什麼 就是這件事情其實那時候 真的其實是在一開始吸引我的 我就這樣一頭栽進去 可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有多難做 說實在話 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有多難做 可是就這樣栽進去 那 一個本來是在自視上面 認知真實跟虛構這個東西 可是你在那一年 不用多久 就是2012年你出來 你開始拍他 你開始接觸他之後 哇 你整個人是被嚇到的 真的是被嚇到 我們 我們那個在接觸他之前 我們讀過一些二手資料 吳東木寫的一些二手資料 可是那個都沒有過你 親自訪問他的震撼 你們如果去看影片的話 那個影片當中有一段 許之翔他跑去施改會 然後他是因為暑假當中 一堆 一堆那個志工都會來施改會 就是幫忙 那 那時候的功課就是 要帶領著志工一起去念 以前每生的判決書 就是每一個人都輪一輪念 那個判決書很難懂 他們要搞懂到底每一人 到底法官在判什麼 到底法官在判什麼 那我那次就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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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到 就是9月份的 那个犯案经过的一个事情 那那个是什么事情 那就是 许志强那个案件是在9月1号 那他说他不在那边 他也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 不知道这个 就是 共同被告他们在做这些东西 然后他干嘛 他在9月16号的时候 那其中有一个是他的表哥 他的表哥要出国 要去搭飞机 这趟搭飞机 是许志强送他去的 送他去的 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线 那个时候共同被告说 许志强是主谋 而且跟他们一起作案 另外一边的说法是这样 可是许志强说他完全不知道 然后他载他表哥去打飞机 这件事情我在以前的二手资料上面 都没有看过许志强怎么讲这段过程 完全没有看过 那一天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在那边讲 我说实在话我在现场 我听到影片里面 我放进去我说 你真的不知道 你知道那个我问的那个问题背后是 是 真的是吓到的 因为你看他那个表情 你看他那个 我心里也会当然觉得这个表情会被骗 真的会想这个表情会被骗的 他怎么会表现出 他完全不知道这个共同被告去泰国到底要做什么的事情 因为你会想的话如果他知情 而且他也有参与 有一个人他要逃到泰国了 如果是你会怎么样 你也在参与其中 你的伙伴要逃了 你会怎样 你要逃吗对不对 你也要逃了吗你知道有人要逃了你也想逃对不对 结果他没逃 他就送他去机场 回来之后继续进行槟榔滩 继续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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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九月一号嘛 进行到二十五号 其中一个他的表弟 一个嫌犯被抓了 被抓了 然后另外一个再逃另外还有一个他的朋友 要逃了 小弟那个表弟被抓了另外一个要逃 逃之前还来他的槟榔滩 那天早上来他的槟榔滩 然后跟他讲说本来是要跟他借钱 本来是要跟他借那个收 可能他也没有跟他讲说要逃跑 他就要跟他借钱就对了 然后他没有借他 他就跟他刚刚讲说 因为他们那一天二十五号作案的时候是借许志祥的车 他就跟许志祥讲说 你的车我现在停在那个内力火车站 就这样人就走了 而且许志祥也不知道他要逃跑 结果那天下午 他跟他老婆去内力火车站 把那台租的车开回来 还给租车店 好 经历过这两个震撼 就我亲自这样听他讲那个事情 我其实已经量了一半了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人真的要么就是天才 他有办法就是 布下一个局 然后自己最后在二十一年后 他都设计好可以脱身的方法这样子 那要不然他就是 他真的就是完全真的不知情 要不然怎么会有 表哥都要出国了 然后你还不逃 然后有人来跟你借钱 然后租车 假设你们是共同犯案的人 这台车也是你租 而且是用你名字租的 你还要去拿车干嘛 真的就是让人家抓到 而且他不是拿车说开回来 他是把车还给租车公司 他自己亲自去 这个人真的不是傻子就是天才 可是我看他应该不是天才 就是 就是那时候就被他这种 靠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啊 然后就真的吓到 然后你就真的卷进去 因为我知道我认识他都已经被关16年了 他是被关16年出来 你这样去让人关那十年 我那时候就觉得 真的对这些案子其实充满着 亚裔了 已经不是为了 只是为了说啊 文艺亲 你要了解什么真实跟虚构 你真的觉得我根本有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 冤案在你面前 你怎么办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就开始一直想办法 就是说不管是 就市场会没钱我也觉得没有 我会自己想办法 我也想办法自己去找钱 就是觉得 那我到底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 我可以来做这些东西 可是你会发现 当时的氛围 是 因为他是 他出来之后还是无奇突兴 那即便我当时先 我已经有这种感应了 那我要去跟别人要钱的时候 例如说我要去跟公共电视要钱的时候 他们最后还是会问你啊 你真的觉得他没有做吗 你不会觉得他知情 反正大家就还是会有很多疑惑 然后例如说会问我说 那你能不能够采访到共同被告 因为电视台都想要客观中立嘛 所以你采访到这边 那你还要有另外一边的东西 那其实台湾的台湾的做这种司法片的现实 就是很难 你们我那时候当然不知道有那么难啊 真的是被骗了 后来你去发现美国的那个什么 Making a murder 你们有看吗 Netflix上面有个叫制造谋杀犯 你们如果去看的话 我看到完真的的时候真的是很想 叫司法院 就是Making a murder 你们有看的话 他们有法庭拍那个检察官跟那个 那个律师在法庭的辩论过程 他就直接呈现给你看 妈的我还要去做模拟画面 那就不够真了啊 可是美国他们是有的 然后再来是 他们每次看完庭之后 那个检察官还会开记者会 讲说我刚刚为什么要怎么样 然后那个律师也会开记者会 就是讲 因为就是他们素材很多 然后他不用用什么模拟画面去讲 他就是用这些事情 然后例如说那个警方的诱导讯话 因为Making a murder 里面有一个小朋友 然后有一个他智能比较有问题 然后警方有诱导讯话 都有征讯录影带 看在那个地方 妈妈你在台湾拍什么都没有 90年代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 真的是在制作上面 就遇到一个很大的困扰 就是我到底要怎么去 讲一个以前什么都没有的事情 那个难题 有点是我的关卡 可是就是在这五年当中 一直在想办法 怎么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我后来常常在最近的QA 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觉得我在这五年好像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救援徐志强 然后一个是救援这支影片 就是 就是有这种感觉就对了 一方面其实当然你知道说 他是 你是无辜的 可是你要怎么样 你知道你一直踩在无辜的观点 你去外面跟人家讲 人不一定会给你信道 简单讲是这样子 那你要怎么样跳脱出来到 跟外围的一个观点去讲这个故事 那这个就一直在想 那另外一件事 这支影片其实我看他也是好像一个要救援的对象 就是他没有钱 然后他到底要怎么做 然后他到底要怎么 那其实我发现我是在这五年当中 慢慢去感受我没有经历的这十六年的一个过程 那天我在这边有一场演讲 是施改会的那个执行长高隆志在这边的一场演讲 那他以前也是死刑的那个辩护律师 他说他那个年代他们两千六年没有教科书 反正就是自己在做这些事情 每天晚上他们其实会想 说我可不可以再多做什么 我可不可以再多做一点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成功案例可行 那他们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 然后 我其实后来慢慢 我那天听到那个感受的时候 我发现我也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 就是我在做影片的时候 我每天都在想 我这个画画面换了会怎样 我那个东西如果多进来会怎样 其实你无时无刻不再想这件事情 就是那个影片已经没办法 已经就成为你 他不是说上班然后下班你就不会再想这件事情 他就是会一直在你的脑袋里面开始去想说 这件事情要不要再多做一点什么 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那边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这两条线其实有变成这个感觉了 那所以他怎么讲就变成说 我有点也不是 我有点也不是在做作品 其实就是想把 这几年的一些困境跟想可能可以突破的一些东西 去完成它吧 所以为什么他说我要花那么多精神 因为当中真的很多时候是没有钱 然后家人其实会觉得说 你要不要不要做了 对 可是你还是会很想要去把那件事情 因为你想太多东西了 你一直很想在那个里面实践一个东西 可是他一直没有被做出来 可是你就是很想把那个东西完成 那个执着吧 然后一直放不下去做了这些东西 对 那可是也就是因为这个执着 其实我觉得这五年来 我觉得我在看他的人生的时候 我发现我在学习的一件事情 反而是在学习怎么放下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蛮 就跟他的人生是蛮呼应的 就是我那段执着一直想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他也有经过这段过程 他那段在监狱里面其实非常执着于 为什么那个两个人要说我 他也搞不懂啊 他说他晚上其实也是那些画面飞来飞去 就像我们剪接的时候 那个画面会一直出现 他说晚上睡不着觉 到凌晨都在想这些东西 看我们剪接的时候 常常讲剪接就是在坐牢 有点像像是这个样子 你就面对那个画面 那个画面就是一直过来 可是他居然可以放下来 我虽然剪完了 可是我还有东西还没有放下 那我觉得我就在这两条路线上面去 学到很多东西 这个是我自己在 就是说做创作这条路上面 其实这五年来讲 说真的 学到太多了 就是那个不管是 就真的人生上面 还有就是说做影片上面 真的学到太多了 而且是两条线是互相在印证的 大概是有这个过程 因为听到小姬的分享 我想做一点点分享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开放 因为已经八点半 我们就开放让现场女朋友 可能有提问 或者是看有没有要做一点分享 刚才小姬说 他跟徐志强学会 就是在这过程当中都学会了 就是有些事情要放下 但是我觉得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学会了一定不能放下 真的一定不能放下 徐志强案 就是那个 绑架失票的案件 发生在1995年 那他们是大概2000年左右 到民间司改会来寻求协助 那我第一次看到徐志强 是在2005年 在那个之前的过程 大概司改会都是跟 他的爸爸妈妈联络 那因为他爸爸妈妈会去看徐志强 那有时候律师最了解状况 那徐志强一直都不是个 会说话的人 所以基本上 跟律师团之间的沟通 主要就是靠徐志强的爸爸跟妈妈 然后当时他们也帮忙想了很多 不在场证明 应该要怎么找证据 就是他的家人最清楚 然后我记得2005年 那时候因为一个机会 就是我们 有国外的人权团体 想要来台湾做死刑的调查 那那时候我还在司改会工作 所以我负责这个联系 然后我就跟着到 那个看守所里面去见徐志强 那我印象当中见到他 就是到那天有很多事情要做 要拍照 然后东吻有去摄影 然后国外的专家 要问他监狱里面的状况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 他就是我们就 我们就在 就在他们的一个 等于像图书室里面 然后他们就安排我们坐着 坐在桌子后面 然后徐志强就 带着脚料就走进来了 然后就在我们面前坐下 大概就是这样的距离 然后就把他的脚料解开 那在那个时候 所有的死刑犯 这是违反法令规定的 但是他们24小时都要带着脚料 然后他就在我们前面解开了脚料 然后我就跟他们解释 这些人是谁 他们等下会问他什么问题 然后如果说 你觉得这些问题 你不能回答的话 那你就不要回答 应该讲 之前我们已经先让他拍摄照片 然后拍摄 就是拍照 然后后来才走进来这里 然后坐下来 然后对 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画面 事实上我印象最深刻的画面 跟徐志强完全不一样 那天我一直在想说 是不是我记错了 但是后来我看到 吴东木那天来演讲的时候 他就放了那个影片 我才确定说 我的记忆是对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 那时候已经访谈完了 然后那个里面的看守所的人员说 那时间到了 所以我们就要结束访问 然后徐志强就站起来 然后他就要往后走 他就要往 往 就是往一个地方走 他就要回到他的那个 牢里面 然后我脑海中我记得的是 我一直跟着他走到 我不能再走的地方了 因为那是监狱 那是看守所 但是我 我在想说是我记错 但后来 吴东木放出那个画面 我就发现说 对我真的就跟着他 他走到了我再也不能走的地方 我那时候心里面想到的事情是 那时候是2005年 现在回想起来很简单 就是徐志强在 已经获得了无罪了 但是在2005年那时候 你是真的有点觉得说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那时候应该是觉得说 我到底应不该结育 这当然是开玩笑 但是你那时候有点觉得说 你就这样子走了 会不会就真的没有下一次见面的机会 那那时候为什么Face联盟会成立的一个原因 我要解释一下 就是那时候台湾的死刑执行 如果你看在早期 你看到哪一个月会执行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会是 比如说一二月或者十一十二月 这有点奇怪对不对 但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个你一年的年头跟年尾 事实上它是农历年的年前 所以它有可能农历年的年前事实上就是 十一十二一月二月 所以每次到了农历过年前事实上都会有一波声浪 就觉得要执行死刑 要给被害者家属交代 所以我记得每一年的过年之前 尤其是那时候要求好几次非常上诉 都没有成功 那你就会 就是大家都要开始就是放寒假过年假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要想说 那还可以做什么事情 要不要投书 要不要干嘛 那确保徐自强不会被执行死刑 我刚才提到一个案件 卢正案 为什么 因为它在两千年的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有机会就卢正的时候 但是它就被法务部长牵出死刑执行令 所以那时候有好消息 就是苏建河案开启再生 有非常坏的消息 就是我们一个觉得我们冤枉的死刑犯就被执行了 所以徐自强就是在那样的氛围之下 就是现在想起来很 真的 现在想起来真的是有点 就是云淡逢情 但是可以想象那个时候 真的很难 好 那那是2005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然后你看一直到2012年它出来 然后到一直到去年2016年的时候 它这个案件才确定中间走了21年 那我现在回想起来 说实来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因为对我来讲好像 就是对我来讲我参与其中 大概有17年的经验 我觉得很快就是 就这样就过去了 但是你在每一个当下都好难哦 那个每一个当下就是 而且我想象我就想说 我都觉得这么难了 那他的家人呢 说实在我跟徐自强不熟 我每次都说我跟他妈妈比较熟 很多都误会了 觉得我们是好朋友 我说没有 就像你说你也跟徐自强不熟 好 然后他的家人会有多困难 以及他在里面会有多困难 那时候他出来的时候 我记得我去他家采访他 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他在里面的经验 他说刚开始他没有希望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死刑执行是晚上八点 然后台湾人会觉得说 如果你要走的话 那你要穿体面一点 所以他说他爸爸妈妈就帮他 准备了全新的衣服跟鞋子 每天八点的时候他就把衣服换上 全新的衣服换上就在那边等 然后等到八点半 那个门的声音没有拉开 就是通常晚上的时候 他们进牢房之后 就不会有人再进来了 所以他就在那边等 没有任何人打开那个门 没有任何人经过那个走廊走过来 然后他觉得那今天过去了 所以他就再把衣服换下来 然后折好放着 然后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他又重复同样的动作 那时候我听到就是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你是真的觉得说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会觉得 刚才有一些人问到死刑的问题 我必须要讲就是 我很难说服别人 吵架也吵不赢 我自己就是一个最坏的例子 我也吵不赢人家 我也说服不了人家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是 你到底要不要决定要不要死刑 不要死刑 你没有成为被害者 所以你会很痛恨犯罪 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忘了 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会成为加害者 我讲的加害者不是冤枉 不是像许子强这样冤枉的人 被冒 误以为是加害者的人 而是真真实实的加害者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会这样子以为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困难了 那我自己的经验的确是因为冤枉 让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这个经验 这也OK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会在某些时间点 会找到你自己的答案 但是这中间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是我觉得就是要看见这件事情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救援正性责案的时候 正性责案也是费死联盟发现的案件 为什么会发现 是因为我们觉得每个死刑犯都有问题 即便他是真的做这件事情 我们都觉得一定有一些背后的原因 因此我们才会愿意去看判决 否则如果我们都觉得说死刑犯就是很可恶 一定不会有问题的话 没有人会发现冤案 那我们当时发现正性责案 后来开始救援他 后来他去年也重新开启再生 我记得那时候那个徐玉秀老师 他就说真的就是不要背对去 不要背过去 不要转过身去 背对着这些有可能的冤案 或者是说他可能不是冤案 但是他背后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我觉得今天 如果如果啦 对不起让我再做一下广告 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可以看徐自强的练习题 你可以看到很多刚才可能小记说的 或是他没有说到的事情 然后这本书是那个1.368平的等待 是未曾出的书 然后是李豪仲他写的 那这里面我觉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呈现方式 就是一个是用文字 然后他很详细地爬梳了所有的资料 所有的卷宗 然后在里面呈现出来 然后说明他的文章 他访谈了非常多人 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跟小记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某种程度很多人会以为说 当我们想要跟纪录片导演合作的时候 我们是想要拍一部我们的宣传片 我们的徐自强的纪录片 或是我们的郑幸泽纪录片 事上不是的 我们会知道说或许我们会有盲点 那有没有可能导演他可以用另外一个眼睛 或者是跟你们一样的眼光 然后我就用一个很严厉的眼光来看这个案件 唯有这样的方式通过了导演的考验 通过了大家的考验 我觉得你才会再接近那个案子一点 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对于徐自强的练习题 如果有功劳的话 最大的功劳是因为那时候林峰正叫我 是我提出了这个想法 然后林峰正叫我去跟他们说 那你可以 我希望这不是破个 但是就是因为我是Face联盟最邪恶的执行长 去跟他讲说徐自强是冤枉的 他不想相信 因此他会想要往下发掘很多很多的问题点 如果说有功劳的话 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大的功劳吧 好 那我想我们今天分享 就先暂时到这里或者是有没有要补充 如果没有的话我想要开放现场 让朋友就是可以问问题 或者是你也可以分享你的感言 好不好 那就先到这里咯 那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大家 我有要补充一件事情 我要补充一件事情 就是 这是我在记忽片里面没有讲到的 其实我一开始真的不知道 是心里发起这件事情 因为 因为当时就只是知道说有人要拍 有人要拍这个东西 可是我在这五年的过程当中 有一件事情我必须一定要讲 就是我们成立一个群组 然后里面有施改会 有费时联盟 有国际特色组织 有什么 有台湾台拳会这样子 那其实说真的我以前都不认识他们 我真的不认识他们 那我这五年当中我一有问题 法律问题也好 我申请经费 我的计划书要翻译也好 我只要问题一丢到这个群组里面 大概隔没到三分钟五分钟 一定会有人回应 那个第一个回应的人就是林欣宜 他会以为我很闲欸 这样 可是我要讲的事情是说 我其实是 我是 影片里面其实心仪的部分没有很多 可是事实上 我自己后来慢慢 开始会也想要关注司法改革 这些事情 我觉得新一代 这个 他的 他做的事情吧 会让我慢慢去想要理解更多 就像卢正安以前我也只是看过 我老师蔡崇隆拍的纪录片而已 其实真的只是看过 那时候很像他刚刚讲就是 那只是一个知识 我 我没有那么大的感觉 说实在话 在早期真的是这样 可是我在知道他们之后 我知道 FACE年文为什么成立 我知道2000年 那个时期 我慢慢这样听 那个 那个氛围 他们从卢正安被枪决之后 那个整个担心的那个氛围 我真的才慢慢理解 为什么FACE年文会成立 然后他们为什么会那么着急 然后现在有一个人要拍片 他们为什么会一直想要 想办法帮助这个被骗进来的导演 然后不管什么就是想办法帮忙他 找翻译也好 找干嘛也好 我是被他们这些动力所影响到 然后再连结到过去的历史 然后自己也才去理解 这整件事情 然后像我的影片里面啊 我 我重新去找了卢正的姐姐 他两位姐姐 跟他要了卢正的那个 以前在卢正案里面的一张照片 对就是以前SD画质720x180真的是太糊了 我重新要了一张回来扫描 虽然在我影片里面也没有出现 那么久啦 卢正的画面 可是到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 那是一个我赶上了 去理解他们那个时代 我没有 我没有办法同时间经历过的一种感受 所以到现在我的脸书上面 我都还是放着他 我从在北影上面开演的第一天 我就 好像在跟他讲故事一样说 我们现在在北影开演了 然后希望他一起来参与这个放映的感觉 这样子 我到现在都会很想跟他说说话 然后也很希望蔡英文能够跟他说说话 这样 就是 我觉得那个是民进党他们上任之后 其实做了一件有问题的判决 可是 他们从来不讲 那大家一直在喊转型正义 转型正义 都在转别人 可是自己做的事情 却没有办法去好好去反省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我拍完徐志强案之后 我发现了更多 真的是更多问题 不止我看到的这些 延伸的真的好多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 可是至少让我 他算是有个启蒙 不管是在行动上面 或是思考上面的东西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起 好 那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 来谢谢季悦君之后 我们再来问问题 好 对不对 张银河 好 那 现场朋友 有没有任何人 就是 我们大家就是简单的讲一下你是谁 然后问题可以简短一点 然后也希望就是 其他人可以做准备 那或许我们可以收集几个问题之后 再一起回应 我姓程程文理 就是说 在这样子的纪录片里面 我个人的态度是 即便所记录到的影像 我必须要怀疑 他真的吗 那 因为我看到的是 就是说 在这样子的 你们这些过程里面 我看到的就是 你们背对着加害者 为什么说你们背对着加害者 因为 我看不出来 就是说 这样子的案件 起诉书的剧本 下笔的是谁 没有人探讨 如果说你们的 印证是 他不是一个罪患 那当时下笔加害他的人是谁 没有人追究 没有人追究 我没有听到说 这个 这个 这个写 让你们有这样子的剧本 可以这样子一支演一支拍 然后那一个写剧本的人 到现在没有人去追究 这是我一直很好奇的 虽然我抱持的说 他是不是真的 不是加害者 他不是 所谓说 被陷害为 该去承担这个罪名的 然后 最后 而 竟然 如果当时下笔的人 没有错的话 那 表示 他的作为到今天都是错 那你们为什么还在跟他辩护 好 我提出这样子的想法 理解多一点 谢谢 我觉得提出被害者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我知道小季她花了很多的力气 希望可以去访问或访谈被害者家属 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被害者这个议题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单纯 那Face联盟事实上我们有个工作小组 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尝试理解被害人这个议题 以及做了一些研究 以及做了一些访谈 那每个被害人的想法要求都不太一样 那所以我们不太能够一以盖之 但是我相信被害人家属他们要的也是一个真相 那 我知道小季她曾经有做过努力 所以我觉得她等一下会去做回应 那我也必须 那我可以不接我 我所谓 我所谓 我接下来 是说这个案情的 那一个受害的家庭 对 那我接下来 我可以是说 我看到的加害者 是搜证权的实责的人 我接下来就要讲这件事情 我说还有一个所谓檢察官的话 我接下来就是要回应这件事情 她到底有没有该搜证而没有搜证 然后还是她虚欲雇用她的搜证权把这一个 许志强 对 列为这个案情人物 我懂你的意思 我先因为你谈到被害人 我怕有人 所以我先回应这个部分 但我的确就是要回应你刚才说的这件事情 我先讲一个稍微有一点点拉开的事情 就是 大家对于纪录片的想象到底是什么 大家对于一本书的想象可能 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 他就会巨细迷移的 包括他点出法官 点出警察 搜证的警察 点出起诉的假官 点出每一神历史的探觉的法官 在书里面可以这样子呈现 那可是大家对于纪录片的想象是什么 我例子说一个好看的纪录片 它大概不是包山包海 它必须要有所取舍 所以它必须要有角度 它的确要有一个视角 然后它不能够什么都包含在里面 我看过这部纪录片里面各式各样的版本 我必须要讲 就刚开始的时候很可怕 因为他就希望把什么事情都放进去 那这有时候不仅仅只是导演他的手法而已 还有比如说律师团他们的想法 那时候我就会跟司改惠志工偷偷开玩笑 想说这些律师好像把纪录片当成书状在写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没有法官讲什么 为什么我也讲了很多这个话 那为什么都没有在里面 但是我相信如果你们去看了纪录片的话 你们就会发现必须要取舍 才能够让 因为影像跟文字真的不一样 那对于要不要针对就是 检察官或者是法官去究责这件事情 我相信这就是我们在去年11月的时候 平反了 终于得到了一个无罪的判决 之后的下一步 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 但是他很抱歉 就是他不会在这部纪录片里面 就完全的呈现 但是我也必须要讲就是说 经由个案去思考制度的问题 就是在目前台湾社运界里面 或是思改会 或是跆拳会 或是Face 或是平原 我们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接下来要怎么做 能够怎么做 法律上要怎么样 会对这个整个社会比较好 或对许志强比较好 或对相关人比较好 那他有一定的考量 所以他不会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呈现 所以我会觉得或许我们应该要鼓励导演 但他可能不愿意 好 下面那句话我没有说 如果他又被骗了的话是你们 那我觉得或许 我刚才原本说我要几个问题再回应 但是我忍不住做了一点回应 所以我觉得小季你要不要就回应 然后大家可以再继续思考一下你的问题 那个刚刚这位观众 其实就是我相信我一样 你还没看过影片吗 对不对 你还没看过影片 好 你进来其实你非常明显 因为你头上带了一顶 这个有符号的东西 对我来说 其实我在这边看起来 所有的人你就非常明显 那你上面有写杜绝刀努力 美国军自由进出 就是Irating 铲除脱管 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视觉表现 这个视觉表现对我来说 我没有办法去评断太多 就是说我或许可以感受到 从你刚刚的问题里面感受到一件事情 是我们都对这个体制 觉得是有问题的 可是我没有办法马上下一个判断说 例如说 例如说 你都没有做任何努力 你懂我的意思吗 更何况是你还没有在看纪录片之前 那我们今天其实当然不是要去批斗检察官 我在这段过程当中 当然 体制 发现体制的问题 也是这段过程的问题 也是过程的问题 可是我在里面 我在纪录片里面 其实很想要做一件事情 是什么 就是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在沟通之前 在下价值观判断之前 可以稍微停留一下 就好像我不会马上从你的上面的穿着 或者说你的这个符号 我就要去判断你这个人状况怎么样 我会希望能够再跟你多谈一点 多了解一点 好 所以我再点出一个问题 是希望就是说 多谈一点警察官的事情 是是是是 有比到这件事情 当然当然 但是你说的过程也没有说到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今天是有影片里面 我们今天在谈 徐志强的第一次嘛 所以 事实上我们刚刚是在分享的是 就是我们怎么经历了这段过程 那影片里面 其实当然有在谈问题 所以刚刚欣宜也补充了 其实 在这段过程当中 接触的人 其实像作者 他也有写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就听到说 你提到徐志强 在你的理解过程中 他是被检察官陷害了 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提出一点 呃 呃 我觉得还 我想我们不会呈现 那么多 那如果我们等一下有机会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取舍的过程 是是是是 那那个导演 可能 愿意取舍这个 或愿意不取舍这个 我觉得你们等一下可以去沟通 对对对对对 但是 呃 说实在来他没有拍进去的东西 更多 所以如果要抱怨的话 我大概有很多事情 也要跟他抱怨 是是是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就先处理到这里 但是我很想要 听听现场的其他朋友们 有没有问题 好 嗯 因为我有个朋友在史改会工作 然后在我心目中 他是一个 就是一直持续努力 然后就是 他现在也在台中办公室 然后 对 然后 他突然有一天就是在那个 318 血运之后 呃 判决之后一个 研讨会他会跟我说 我觉得好累 就是 嗯 每天要做事情这么多 然后 推动社会的进步 只有一点点 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 但是社会进步 那 就是 嗯 就是 因为我很好奇就是 杏仪 就是 因为是贝斯联盟的执行长 然后 然后 每天早上起来 然后要走进去 贝斯联盟办公室 那个 动力是什么 哈哈 哈哈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可以 可以 这位跟这位 有两位 那边还有 对不起 三位 那他先 我想请问导演 就是 刚刚讲到说你在学习怎么放下 那 我没有去看过你的影片 但是我猜 呃 大部分的剪辑是李超刀吗 嗯 OK 那 那个要跟不要 你能不能再 再多分享一点 因为 基本上 就我所知 纪录片其实是从 导演的角度 绝对是从导演的角度 去说一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怎么去铺陈 嗯 那就看 导演怎么去发挥 我想 这个是 站在一个圈外的人 要对一个 一个导演 讲了一个 让大家先有这样的认知 说 纪录片不像电影 纪录片 当然纪录片也是电影 但是 纪录片更多部分是 导演想要 从什么角度去表达 OK 谢谢 各位好 我觉得 这一支 纪录片应该 从两个方面来呈现 就是说一般人 感觉这个案子 没罪的道理是在哪边 就是说被一般人感受 就是从人性 人性的角度来看 那写法的人 法官啊警察啊 这些办案的人 他们认为为什么有罪 他们的基础点在哪里 是不是有道德性的支持法律 有没有这个道德性 还是就是说 纯法的观点就是说方便 就有罪推定这样 就是说 这个司法体系是有罪推定 那这样才能形成两个 这个改变的观点 一般观众才看得懂 就是习自强这个案件 就是说 是在人性跟法协上面出了问题 这个没有改变的话 这个案子还是会一直在重复 是这样 谢谢 我要问的问题 跟刚刚 呃 第二个法文的就是朋友有点像 然后 也比较是 就是对行动者本身的一些问题 就是 呃 就是刚才听两位 就是分享了很多 呃 从在自己的不同的位置上面 参与这个案件 然后 呃 的一些生命的历程 就是 我觉得很丰富 然后也很感动 然后 呃 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疑惑是说 因为 呃 我自己就是未来的生涯规划 呃 就是 呃 也蛮有可能 就是将来就会去做 呃 呃 就是 关怀社会 这方面的事情 呃 可是当我 呃 呃 就我刚才突然之间想到 就是 觉得 其实我想要做这些事情的动机 到底是什么 好像是 我想要得到一些东西 那些东西 呃 不见得是一些很功利的东西 有可能是一些很有 可能很有意义 或是很有价值的东西 可是 我忽然间就觉得说 我这些动机 还是 还是就是脱离不了一个自私的框架 比如说 我做这些事情 其实还是 追根旧爷来说 是为了我自己 那 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很吊诡 就是 你服务别人是为了自己 就是 呃 然后 对我觉得 嗯 可是 对我来说 要从这个 比较 呃 比较自私的 呃 也可以随这种关怀 出发 呃 过度到 呃 如果说这种关怀是一种不成熟的形式 那你想要过度到一个比较成熟的形式 那样的历程会是怎样 那 呃 呃 一个更成熟的 呃 呃 呃 就是行动者的 呃 的模样应该是什么样子 就是我对这件事情感到好奇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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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呃 呃 我猜 这个问题就是要很多人问过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我好像每一次都有一点不太知道怎么回答 就是我觉得每一次的状态 可能每一次的状态都不太一样 那呃 呃 我必须要讲就是 呃 我在Face联盟我当了很长期的一段时间的志工 就是我们那时候2003年成立 然后那时候我在司改会工作 但是Face联盟已经成立了 我们没有工作人员 然后一直到2007年 就是呃 我正式成为Face联盟工作人员 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志工 但是说是志工事实上它有点像是全职的工作者 原因是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可能早上就是呃 呃白天上班是司改会的工作 然后晚上就是就是Face联盟工作 或者是说因为那也是Face联盟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也可以在Face联盟上班的时候做这些事情 但是我还有我原来要完成的事情 那等到我自己成为全职工作者的时候 事实上不是Face联盟的人说 欸林欣怡你很优秀 所以你来成为这个全职工作者 是我们那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全职的工作人员 我们来看这所有的事情 然后是我举手说我要我要我要当Face联盟的工作人员的 那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是因为如果你问我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的话 我觉得是卢正 我很难解释怎么让让你们知道说 当我想到卢正那时候被执行死刑的时候 我心里有多觉得为什么我们没有多做一点 我很难说明那个感觉 那以至于到后来说实在的就是 当然影响我要支持Face的原因已经变得更多更多了 比如说我见到更多的死刑犯 你们觉得所谓的坏人见到他们的家属 见到被害人然后见到背后的故事 所以当然影响我的原因已经变得更多更多了 而且想解决的事情更多更多 然后每一次的死刑之刑我都会想说 我们是不是少做了一点什么 我们是不是对 但是后来我也会觉得说作为一个运动者 如果你要真的能够健康的就是继续工作的话 我觉得你必须要理解一件事情是我后来理解的 那时候2010年重庆死刑执行的时候 我应该讲过这个事情 就是那时候重庆死刑执行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那时候 台湾44个死刑犯 里面有一些我们觉得的冤案 包括郑幸泽 但郑幸泽那时候还没有被抢救 然后法务部长签了死刑令 杀了4个人 他说他还会继续杀掉剩下40个人 你很生气你怎么办 你还是说好 我要去法务部问部长说 你愿不愿意见我们去拜会他 因为你没有办法做什么 你只能想说好 我继续去跟你讲道理 我记得那时候看到曾永夫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他就告诉我说 我就问他说 我就迟疑他一个司法程序上面的问题 就是那时候我们已经要帮这些死刑犯申请示线 那我们已经提出了申请 但是司法院说10天之内我们要补证资料 但是那10天还没到 他已经签了执行令了 我说你怎么会知道说 我接下来不会把这些资料补证 你为什么就杀了这些人 然后我就说已经有人把那个授权书寄给我 只是时间还没到我想要收集完之后 我才要一起寄出去 曾永夫就看着我笑笑的对我说 你为什么不要立即把他寄出去 你知道错的人是他耶 违法的人是他耶 但是他看着我的脸这样子说我的时候 我原本很自责的心 我就完全化为说 我一定要继续努力下去 这是其中一小段 但是大家也在不同的时刻有不同的感受 比如说2013年苏建河终于无罪 苏建河、刘炳郎、庄陵勋终于无罪确定的时候 那也是从来台湾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死刑犯经过这么久之后 他们终于无罪确定了 那时候虽然徐志祥出来 但是徐志祥还远的耶 但是苏建河历经那么久之后 他们竟然无罪了 那我总是在那个律师团会议里面最悲观的人 大家都说对应该很有机会无罪 我就说不行 我们可能还要写一个有罪的新闻稿 可能要写一个无情无情的新闻稿 因此当那一天做出这样宣判的时候 你是真的就是我觉得这种事情 有一点点小小的进展 虽然这个进展是很慢的 或者是很微不足道的 但是我不能说苏建河历的进展是微不糟 因为它真的太 就是我觉得不只鼓励台湾的人 也鼓励很多亚洲或世界各国的人 就是说对真的还是会有那个机会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可以让你支撑好久 然后后来又有正经则 那我会觉得我必须要讲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有的死刑犯当中 我们这边有一些配色的志工 就是冤案不像你们想象那么少 然后真正的这些最大恶极的死刑犯的背后故事 或许比你们想象中会更多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真的就需要努力的这个部分这样 那我再对不起我再讲一点就是 那我自己觉得角色定位很重要 我自己不是学法律的 所以我没有法律专业 那我也不会拍影像 然后我觉得我总是觉得 我是在Face联盟里面最弱的那一个人 但是我觉得我有个优点是 那时候2006年的时候Pitter跟我说 就是黄文雄他跟我说 他觉得我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像把大家拼在一起 然后拼成一个百纳背 那那个百纳背可能是从不同的地方来的 但是他很漂亮 那他觉得这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 他觉得我有这个能力 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定位很重要 是因为我会觉得我什么都不会 那可是我要跟很多人合作 我要跟专业的人合作 我要跟很棒的导演合作 很棒的作者合作 很棒的NGO合作 很多的人 然后律师 然后跟各式各样的人想办法跟他们合作 那我觉得这条路才会走得远 否则Face的柠檬超小的 就是曾经有学生进来 需要采访我们 他觉得你们就这么小 这几个人 他以为我们有几百个律师 我会想说 你是从哪里来的这种想法 美国电影看太多 好 对不起让小记忆回应 我从这边回应回来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可以先回应 就是 而是用徐自强的一个故事回应你 徐自强他出来之后 我有一次 他有一个 徐自强有安排 斯改会有安排一个年纪比他大 然后 就是男生 男性 反正就是带着他进入社会的一个人 那有一次我们去这一位 等于算是 徐自强的这个带领他进入社会这个朋友家吃饭 吃饭的时候 徐自强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 前几天 那个斯改会 斯改会在一栋大楼的七楼 他们楼下有好几个楼层是康复之家 康复之家里面其实有蛮多是住着那个精神障碍的朋友 那他们其实是每天固定时间会被带出去 然后带回来 大概是这样的过程 那徐自强就说 他们昨天有一个人 就说拿了一千二 然后说是 一个人拿了一百块 然后说要捐给斯改会 我一听到的时候 我就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他们会这样 他就说 徐自强就说 没有啊 我就整几天 他们跟我坐楼梯 常常看到我在这 你就问我说 我来这家做什么 我就跟他说 我来这家做什么 然后隔断工 他们就拿一千二 来到斯改会了 那我说 你知道七楼的楼梯就是大概 一下子吧 我说你到底是跟他讲了什么 为什么人 这个一个楼梯的时间 人家就愿意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编剧理论 就是说 要在一个坐电梯的 就是时间内 我有办法说服你 我的编剧脚本 然后 就是要在这个 只有这个时间内 你要说服人家 你的编剧脚本 才是ok的 你知道吗 就是有一个编剧的讲法 是这个样子 我就很好奇 因为那时候我听到那边 我说看徐志祥 你到底说了些什么东西 你刚才跟我讲 我要学 不是 我要可以学到啊 他就一直不讲 他就不讲 他在那边笑 一直在那边笑 一直在那边笑 然后笑到最后 他就想说 啊 跟你说你也不错 我自己是同样 他讲了这句话 我分享给你的意思是这样子 我会觉得 或许不一定要先去想行动 或者组织 或者什么 我觉得理解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有很多事情 是我们根本就不理解 说实在话 我发现这五年 我有好多事情还是不知道 我是慢慢才知道 刚刚讲 卢正安对心意很重要 我其实是在很后端 很后端 自己才可以慢慢 类似理解这种东西的感受 我昨天在早期 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是一个事件 可是我不知道那个事件影响他们 这么多 我是拼凑了很多人的 就是那个时代 到底他们在经历些什么东西 我才慢慢有那个感觉 那我觉得理解是最 源头 最源头 你知道你真能不能够去 理解 那个理解其实某程度 不是理解别人 有时候是理解自己 因为许实想讲那句话 我跟他一样 那包含着 两个位置 一个是他自己 另外一个是 大家可不可以知道 为什么他会这样讲 你们应该会自己有些想象 这些精神障碍者 每天在那边 就是被灌在 某个程度上 就是被灌在那个地方 那他 反正 许实想他有一套理解他的 逻辑 而那件事情是 不是像跟我这种人 说得同的 那可是 想是这样讲 可是你一定也有 你可以理解你自己 可以跟理解别人的那一块东西 我觉得找到那一块是 蛮重要的 那一块 代表着你更认识你自己 你也更认识这个世界 那个东西就可以 找到一条路 已经 我觉得不是自不自私的问题了 已经不是自不自私的问题了 这个大概回应你 然后刚刚那位前辈有讲到那个 有罪推定跟那个无罪推定 影片当中 其实当然有要去处理这件事情 不过就是说 在台湾的现在的司法的状况来讲的话 现在的警方跟检方还有法官 他们在拍摄这个过程当中 都会跟你讲一件事情 案件还在审理中 所以不得 他们不会下太多判决 那这件事情是我们拍摄上面的一个难度 可是 轴线当然还是这样在推的 可是我只能用一些 例如说历史的画面的建构 甚至于跟六跟七跟八之后 我会用一些法庭的录音 去呈现这两边的走线 这个有做啦 那当然做了成不成功 就交给大家去看一下 再给我们意见 我有尝试这样子去做 那最后这边观众 在讲放下的这个事情 我讲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 我刚刚在讲说 这件事情 有点像在救援曲事讲 还有在救援我的影片 然后某种程度 我也因为我自己做这个影片 我会自己投射我自己 进去到许志强的事件当中 这个状况蛮严重的 那严重到其实我自己走不出来 我自己走不出来 那我是遇到廖庆松老师 那廖庆松老师 如果你们知道他的话 他是侯孝贤的剪接师 其实台湾他是等于算 电影界很前辈了就对了 那我们在一次剪接工作坊的时候 他就看到我这个影片 那他当然就是觉得很重要 然后可是我们在做前面剪接的时候 我那时候处理得很乱七八糟 那他就跟我 他就说你这个拉掉 那个拉掉 那个拉掉 在前面那时候被他拉掉了好多东西 他在拉的时候我都觉得 这样子有办法吗 这样子就是心里中会怀疑这位老师就对了 这样子真的是讲得下去吗 结果他就拉掉了 拉掉之后我们回头这样看一遍 故事还是走得下去耶 然后那天在做完剪接之后 然后他这样跟我讲 他只跟我讲一句话 他就说 他说你太想帮徐志强讲话了 就是因为我自己投射太多东西进去 那其实我那时候顿悟到一件事情 其实我不是在帮他 我也某程度已经想帮自己讲话 所以我在前面的时候 我会塞了很多 帮徐志强辩驳的东西 那个辩驳的东西 那个思考一塞进去之后 结构就不对了 结构就不对了 东西就 蓄势就不成立就对了 总之有这个 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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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况 那另外一种放下是什么 一种意念上的放下 我觉得这件事情他让我知道 其实很多东西要舍掉 好 那个东西是他从外面一围 外面更一圈的那个角度 在看我 我才知道原来我有 那么多东西在身上 其实我放不下他 好 那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其实那时候 蛮 蛮有趣的一个简介就是 我有去拍那个法 就是我有用到一个法官的画面 那法官是一个演员演出 影片来源是出自于公民不服从的 陈玉清导演里面的一个画面 那 你没有看过公民不服从 那是在讲陈玉林事件来台 然后他导演自己亲身 因为遭遇了这个事件 然后 呃 他的一些生命经验 然后他看到法庭上面的一些状况 这样子 所以他有去找了一位演员来演那个法官 法庭啦 法庭的法官 那里面他就去演那些法官怎么样 就是 睡觉啊 然后 打瞌睡啊 然后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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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漫不经心的一个一个状况 那我也 我也 我也取了那些画面来 我就放在我的影片当中 在 有一段在讲科程结构 法官的科程结构的那块里面 以前做行动的时候最常喜欢做这样 因为例如说那个 做乐森就会讲那个 那个 那个苏贞昌啊 会讲谁嘛 然后就会做一些 丑话的一个动作 以前做得很爽 说实在 呃 可是那一天 那个老师就跟我讲说 你不要用这个画面 你不要用这个画面 我们后来只用了一个 法官喝水的话 其实这件事情让我也思考很多 对 就是 那个放下有点是 呃 思考上面的 解放 以前会觉得好像要 要 批判他 要怎么样他 可是事实上 你越是这样子 你真的想要沟通的人 是离你越远 你用这个方式去丑化他 其实他 更不会听你讲东西 那你 你同样的事情 你去问苏贞和 你去问徐志祥 他们绝对跟你讲 拜托 你夹出来的那些东西 那些小案子 我看过那个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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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没有画面 如果你真的有那个画面 你拿出来 可是我们没有 那你没有 你是用一个演绎的方式 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面对到一个问题 你到底 要沟通什么 然后那个沟通方法 到底是不是有效 那 我觉得老师 后来其实也不知道 那个廖老师 就张兆棠老师 我也跟他看过 他们也对那个画面 其实都非常有意见 即便我后面 其实只是弄了一杯 对法官喝水的画面 他们都觉得那个东西 太over了 可是 好 我先不管 可是我觉得 这个事情 其实也是一个放下的过程 就是 他跟我当时 其实想要处理的 那个意图 其实不太一样 那我也在这段过程中 把自己的那一个意念 其实去沟通 去沟通我本来的那个意念 然后怎么去把这件事情 给放下来 也是一个放下的过程 所以这个取舍的过程 其实一直在学这件事情 甚至于自己到最后 会应对到自己的人身上 怎么样去学这件事情 那只是 但是 我在影片里面 其实我会呈现出 我没有放下 一般人可能很多东西 都不知道怎么放下 或者是像刚 刚欣怡讲的 其实 我们在外面的人说不定 真的就是不能放下 这件事情 才有办法进行 那这个就是一个 可以去好好去思考的东西了 就是 我们到底在人生上面 我们到底要背起什么 我们到底要放下什么 你说不定要放得下 你才可以背得起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 影片里面 其实从许师讲人生 跟我拍他的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也可以看到的一个故事吧 对 大概 好 一位 然后还有谁 两位 三位 好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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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好 我是 理事员 然后我有两个问题 想请教 第一个就是说 在 像 今天讨论这场 这场死刑或冤狱的 这样的问题 这样讲 台湾应该很多 那有没有的时候 什么样的案件 是在台湾 哪一个类型 是比较指标性的 就是说他的冤狱的 比例很高 然后定罪力又特别高 像是之前在日本 那个 《贤猪龙手舞事件部》里面 就特别提到 像在日本可能 这个电车测狼的问题 是他们 刑事案件的一个 算是比较污点 或者丑闻的部分 那在台湾的话 是比较这样类似的一个情况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也讲到就是 这种冤狱的 或者这种电影 其实在国外也蛮多 那我不知道 就是说 其实导演在看 就是说您在拍片的时候 有没有去看过一些其他的 然后这一类的 国外的一些作品 或是台湾之前的作品 然后 或说您 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 再去看这样的作品之后 你怎么样去看 就是怎么样 你会去揣摩 他们拍片的一个心情 或者怎么样去 观赏这一类的一个作品 然后去可能看 会跟我们一般人看的时候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好 谢谢 好 有没有影响你吗 那你会怎么调整你自己吗 好的 两位主持人好 就是刚刚今天有谈到很多 就是关于冤狱的部分 那我想要就是 就是请教执行长 就是说就是 像是你是怎么看待 症结案这件事情 谢谢 你先讲还我先讲 我想先回答 那个作品的事情 因为 呃 呃 Face联盟从2004年开始啊 我们就办杀人影展 然后每三年 我们会有一次的影展 那一次的影展 那一次的影展 我们就会邀请就是 跟死刑相关的 纪录片 或者是电影 那呃 我后来发现就是说 因为我们每三年办一次 2004 2007 2010 13 16 所以我们办了第五届 然后每次都会有很多 我觉得很好看的 纪录片跟 那个电影 那当初我们会办 影展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大家都很喜欢 看电影 或看纪录片台湾人 然后那时候我们叫 杀人影展 是因为 呃 2004年 一直到现在都是吧 大家都很喜欢看恐怖片 所以我们就觉得 我们叫杀人影展 就有些人就觉得说 欸那你们是不是 恐怖片影展 然后就来了 然后开始 看了影片 然后开始就是 会有对话 那呃 我必须要讲 我看了非常多 我觉得好看的纪录片 包括你刚才讲的 正义男生 曾经在我影展放映过 然后包括我觉得 比如说我们曾经放过一次 幽小木附近 是谈论一个案件 十年前十年之后 导演再重新回去美国拍摄 然后他访问到了所有人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非常好看 但是我觉得 比较好看 而且比较能够讨论的纪录片 的确不是那种 呃就是很急迫的想要讲 废死议题的纪录片 或是很急迫的想要讲 冤案议题的纪录片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有一点空间 然后有点讨论的空间的纪录片 我觉得最棒 那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是我觉得有一部纪录片 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 拿来讨论死刑的纪录片 而且它大概只有四十分钟 它叫缺席 那缺席这部纪录片 它谈了美国 它大概是四个故事 四个被害者家属的故事 但四个被害者家属 每一个人对于死刑的态度 完全不一样 有支持的 有反对的 有还不知道该怎么样 拿定立场的 以及中间他们采访了很多人 那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 很经典 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是真的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这部纪录片 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讨论 好 然后回答完作品之后 我怎么看待政洁吗 我先讲就是我们的年代 真的不太一样 就是每一个年代 我觉得大家想象中最邪恶的人 可能都不太一样 在我的年代 我自己今生经历过 就是那时候大学 大学毕业之后 发生了沉浸心案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我工作的地方 那时候离武长街有点近 所以你都会好像感觉到 就是那个沉浸心在你附近 然后那时候 还包括他们流窜到什么阳明山 然后那时候 比较年轻的时候 你会跟朋友可能去阳明山玩 那时候你就不会去了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 最邪恶的人 如果你想象得到的话 可能 你问我 我会讲沉浸心 那我相信现在 这个时代的人 你可能你的答案 有些人的答案 可能会是症结 好 那 可是那时候我记得 我对沉浸心 后来我在思改回工作 我对沉浸心 我沉浸心有想过一件事情 就是 当然 他在 他在从小到长大的阶段当中 他有很多次有机会 如果有人把手给他 扶他一把的话 他可能不会成为 后来的那个沉浸心 所以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在沉浸心的案件当中 我觉得 我真的觉得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坏事 我觉得他非常可恶 我不会说他不可恶 但是我也总是会去想说 如果他在他的生命过程当中 有人 可以去扶他的话 会不会可能不会走到后面那条路 那对于郑杰来说 我相信很多人觉得他是最坏的人 有些人可能不是 我必须要讲 对于郑杰这个案件 是让我很讶异的 就是我们过去 只要发生重大刑事案件 很多人就会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 来骂我们 那 那 可是在郑杰案 恰恰好相反 或者是不能讲相反 它是更多元 就是很多人打电话来问我们说 你们怎么没有帮郑杰 或是郑杰有没有律师 但我必须要讲就是我们做的个案 我们不会 我们没办法公开 因为那是隐私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会说 我们做了什么案件 没做什么案件 但是在郑杰案件恰巧相反 就是有人会说 你们有没有帮郑杰 而不是像过去 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要帮换人 那我自己后来感觉上 那个差异到底是什么 那个差异是 一个是一定是恐惧 但是那恐惧来自于哪里 比如说我们理解是案件 我们就会知道说 这个案件是情杀 这个案件是财杀 这个案件是仇杀 所以你知道原因 你知道就是 这个人跟这个人有过节 他们两个之间的问题 所以他杀了他怎么样 但是郑杰案是 让我们有点无法想像 它到底为什么 而因为这个无法想像 为什么 让我们自己 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说 我们好像都有可能成为 那个被害者 因为你不知道 那个加害者是为什么 他的对象是谁 他的怒气 从哪里而来的 这是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是另外一面 我觉得很多人觉得自己是正杰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跟他一样啊 我可能喜欢的东西一样 我的状况一样 我也处在一个 就是可能人际关系 或许不见得 那家庭状况 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很多人 是这样的害怕 那个害怕来自于两者 所以对于我来讲 我会觉得 郑杰他做下了最坏的事情 而且他造成了很多的伤害 那这些伤害到目前为止 还是有很多被害者的家属 或者被害者自己本身 他们是走不出来的 所以我不会 我不会为他说话 但是我会觉得 我们的司法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偏颇的 所有的死刑案件 你大概就是一审二审三审 一审二审 然后三审 通常会再发挥 会觉得说这件事情 没有查清楚 然后所以我需要 厘清案件 因为死刑案件嘛 所以大家都说 死刑案件要更慎重 不是吗 但是正杰的案件 就是一审二审三审 确定 二十天之内就执行死刑 如果大家有回 有去看当时就是 法官写的判决的话 这是一个不精准的白话翻译 但是法官的判决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过去 我们在做死刑判决的时候 我们会说 你可能必须要考量这个人的背景 他当然有罪无罪是 现在要先认定 认定他有罪之后 我们就要去考量说 他到底要判什么样的刑罚 是死刑吗 是无期徒刑吗 是十五年吗 还是怎么样 就是你必须要考量 那你考量的点有很多 你必须要去理解 他是不是有疾病 你必须要去理解 他的成长背景当中 有没有什么样的因素 影响到他 这是我们现在在说的 现在的法律 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在政杰的这个案件里面的 法官他的判决意思是这样 他是说 他已经犯了最严重的犯罪了 他已经是个最坏的人了 所以我们不用考量他的其他因素 他就是应该是死刑 我会觉得司法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太 他不是一个公平的审判 他太想要讨好一般社会大众 甚至他的死刑执行在二十天不到的时间之内 他就执行着死刑 为什么 他不是满怀着一个公义的一个想象 说我就是要还给人民正义 我觉得不是欸 我觉得他试着想要讨好人民 获得支持 那我觉得这就是最坏的一个展现 就是我们都在讲说 我们希望司法 不管在什么样的程度之下 他都应该公平 我必须要讲说 的确台湾现在还有死刑 还可以判决死刑 如果以我的话 我一定我会找出所有的理由来说 我觉得这个人不能判死刑 但可能的确还是有法官 他想了很久之后 依照现在的法律 他还是可以判死刑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政杰的案件当中 他就是展现了一个最可恶的一个呈现 就是说好 我的司法事实上 他就是可以被影响的 那个影响可能来自于 他不是一个 你不要想像司法是一个独立的 他是一个不受影响的制度 那都是骗人 我问过法官 法官就说的确当然会影响啊 你以为我们不看电视吗 你以为我们没有跟其他人交往吗 一个案件如果发生的时候 我们不会有压力吗 一定会的 所以我会觉得政杰案对我来讲 我会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可惜 以及我觉得是一个台湾说 我们想要司法改革 我们想要司法独立 我们想要一个更好的社会 更好的司法的一个最大的反证 那另外当然有些人会说 如果把政杰留下来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多理解一些这样的犯罪事实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 我觉得有道理 但是好像又太功利了 把它当成是一个研究的主题 但是我的确觉得就是 我们难道没有办法有一些空间 让他们留下来 而我们可以试着去理解 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子的发生吗 很多人讲说不杀掉他们 那个我们监狱人满为患 但是我必须要讲 我们再多死刑犯就是40个 就是50个 但是会造成我们监狱人满为患 超收的一个很重大的原因 不是死刑犯 不是无期服刑的人 是上次毒品犯罪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倾向 我觉得我们好像也没有学习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到底要解决一个问题 你就要先认清这个问题 你才可以找出正确的解方来 但是好像我们都把所有的事情给混在一起 好 这是我的回答 刚才有一个观众在问那个台湾指标性淹欲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来说非常难回答 可是这个问题我想蛮推荐 最近一本书叫做FIX 也是未成出版社出的 他找一个作家叫Wolf 然后去改编了台湾这30年来的重大社会事件 那他是用推理小说的方式去讲故事 可能比起你直接去读冤案来讲的话 我觉得会有蛮多的可读性 我不能讲趣味 可读性真的提高非常多 那我觉得藉由这个东西去了解 可能你想认识台湾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方法 我觉得这个小说你可以稍微读一下 然后国外的冤狱电影 其实这几年杀人影展 然后自己真的是读了 就是说当然是会去研究 因为我想知道别人到底要怎么拍的 然后进而也会去想说 为什么国外的社会 就像刚刚我讲Making a murder 为什么国外的社会是有办法有这样子的环境 去讨论他们的司法问题 因为我其实真的是不满足的 我会不满足于为什么我们台湾的司法环境 为什么90年代或者说现在 其实我们没有更清楚的记录 例如说要讲警方证讯不当 你知道那些证据都不知道到哪里去 你知道吗 它没有像国外其实有一整套的流程 就是把那些东西都录下来 台湾没有 台湾没有啊 所以我现在就 站在一个影像工作者的角度而言 我会去想说 为什么台湾的司法环境没有这样一个问题 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这里面可能有 所谓什么法庭直播 这次国事会议也有在讨论 可是 大家知道 就是因为看了其他国家的这些东西 你会知道台湾有些东西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 我觉得你刚刚是问我的 那个问题意思是说 看完这些到底 对于台湾这些有什么想法 我前几天办 也在择舞 演讲 然后是找易志炎导演 跟吕石原编剧他们过来 这些创作者 其实他们也在讨论台湾的问题 像吕石原他也在讨论随机杀人 然后易志炎导演他在 思考为什么台湾人 其实对于法律问题 其实那么的陌生 所以他也在用编剧的方式去让 想要让台湾的观众 其实更了解 更多台湾的现状 我那时候突然间 他们都说很困难 去理解这个东西很困难 可是我真的那时候 办完那场活动的时候 就觉得如果我们这些人 这些不管拍纪录片 编剧导演 其实当他更可以理解台湾的 这些法律问题的时候 其实表示我们的司法状况 其实更开放透明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其实看完这些电影 或说看完这些纪录片 以 之后其实 的确真的还是会想到一件事情 你怎么样让台湾的司法改革 其实更往前推一步 不管是从影像的行动上面 或是我们是做影像的 我们会去想这件事情 所以大概会 蛮多这方面的想法 那当然在创作表现上面 那就是创作表现的更多的参考 很多的那个东西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可是真的还是会想到 台湾的司法改革跟透明度 到底怎么做会更好 这是我的确看完这些电影 其实蛮直接的想法 然后刚刚有个观众在问我观众的问题 是谁啊 也是你就对 好 我之前做了一个短板 那个短板呢 我其实配音 配音其实是我配的 可是我没有写我的名字 我还写另外一个人 那个短板 我其实在尝试一件事情 我在演出 就是大家可能以为是我的声音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我在尝试 在所谓的纪录片里面 我在演出 我在演出什么呢 那支片的 那支片后来在网路上面被人家看 就说你这声音好猥亵啊 就是 靠 这个怎么 就是那么猥亵 我那时候其实真的是在尝试一件事情 我在 我在尝试一种对象 那个对象是那一种就是 其实那个短板更是站在一个 讨厌Face联盟的那一种 观点 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 我那时候在做那支影片的时候 我是 我录音的时候 我是好像在用气音在录音 那个感觉很像是 其实 就是 例如说 晚上睡觉的时候跟你老婆 然后在那边聊天 你其实不会用很大的力气 然后你就 你就在那边聊 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遇到一个徐志强 然后 就是 我在想象一件事情 所以 我在尝试 尝试也被骂啦 可是被骂 其实我觉得 其实对我来说 我没有很受伤 其实我就是在做一个尝试 那 长板也是这样 长板也是 做一个尝试 但这些尝试 其实有一个基点 我当然是要跟观众沟通 因为 跟尤试他无罪判决 他无罪判决出来那一天 是我们去到他家拍他 我就问他说 你昨天睡得好不好 他说 不错啊 早上昨天十点就睡了 他真的睡得不错 然后早上还起来 很早起来就帮我们开门 那我们那天有拍到他妈妈 在车上 我的摄影师同事 拍到他妈 问他妈 他妈就说 早啊 睡不好 就 十一点起来 吃个安眠药 回去还睡不着 结果起来再吃第二个安眠药 你知道旁边的 就是许志祥周围的人 都焦急的跟什么一样 他说他睡得很好 我就问他说 你怎么会有办法睡那么好 他就说 啊没有啊 就是因为你太想要得到什么 所以你会睡不着 他从来没有想说要得到什么 所以他睡得着 也就是他那个时候 他其实并没有去预期 他到底那个判决 到底是要无罪 或者是无期徒刑 他就没有 反正他就照常这样过 他的人生是这样 那 我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这样 所以我说我手印会 还是睡不着 我也吃了安眠药 可是事实上 你在 这根过程之后 你其实慢慢也应对了一些观众的 像我会去 我去参加QA 然后我会去想知道说 到底我想做的东西 所谓的非法律人 有没有办法感受到 那事实上 以前会紧张 可是事实上 过了之后就发现 没有做到就没有做到 有些东西就没有做到 有做到的 当然你自己会觉得很不错 可是就是 还是有要修改的地方 所以我后来发现 其实也经历过这段过程当中 我也在慢慢调试自己 其实回到一个平常心 去面对这个事情 你当然 你当然是有设计 想要跟人家沟通的 可是到底有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你还是要做 或是还是要学习 或是还是要修正 所以我觉得那过程 其实也是让许志祥的这个经验 告诉我很多东西吧 对 大概是这个样子 各位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因为现在已经9点40左右了 那我们就是 有没有一定要问的问题 因为好像等一下 也还是可以留下来继续交流 对不对 就是有没有很想 一定要现在问的问题 好 我想再问导演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会觉得你想要救援你的影片 救援我的影片 我觉得我应该来回答吗 没有 我还是问一下 就帮大家的 我想大家应该会有个想法是 你在强调是 挑战感 就是 你那个剪接的廖老师 感觉你是要救援那个徐志强 那 从你的分享里面 谈到的确实更多是 你想救援你的影片 那 为什么 这跟短板长板有关联吗 因为刚刚你又提到一个短板里面那个声音 谢谢 我们看完影片再QA好了 那这个有点 我觉得看完影片我们再来谈 我自己的感觉是因为它过程当中 它有很多的版本 然后很想 很想讲的事情有很多 然后 我觉得怎么样的呈现 会让观众最舒服 或最可以理解 那我觉得这某种程度是一种救援 就是说 你要如何 因为它就是 它不可能有很多种版本给很多的人 所以它的短板跟长板 事实上就已经有两种版本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 这是一种 就是我觉得是在形式上面的努力 所以是一种救援 那另外一种救援是 它真的没有资源的 就是我觉得它从 我们以前看的 比如说 《导播杀人记》是1或2或3 它就是一个在公共电视放映的这种规格 那我们看了我觉得很OK 很舒服 不会觉得太不舒服 但是这部纪录片它是要上到院线大的荧幕的时候 它是很挑 就是我觉得是一件很严格的事情 那因此它要花 它拍完之后我觉得它后来花了很多时间也在做后制 包括影片要怎么样让它好看 光线啊 声音啊 当然还包括就是一样的剪辑 所以这个部分的救援也是很辛苦的 因为你必须要找到资源 找到钱 所以它后来有得奖 然后有得到补助 然后我一直不敢问它这个问题 就是说 你真的已经回收了吗 而且我原本就想说 现在纪录片上映 下个礼拜已经是第三周了 那大家场次就会变得很少 所以我本来就想说 那好像这部纪录片那么好看 那么多人说很棒 然后好像后来发现就是我的同温层很厚 然后我每次会问说 有人就说他去看了店 我就会很兴奋地问说 你那一场有多少人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我觉得很多欸 那大概20个人 但是你可以想一下那个厅 就是华山的厅很大 然后长春的厅比较小一点点 但 对这个问题我一直不敢问他 因为我也没办法帮他 但是 我就一直说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 不是如果可以的话 是一定 就是我们都已经在那边讲了两个小时了 下个下个礼拜还有一些机会 就是去看一下纪录片吧 然后再来 再来给导演一些回馈啊 然后 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包唱 对 然后 我觉得这样才有机会 让他拍下一部纪录片 否则我觉得 他大概就 对 好那我想 我想我们今天 今天是不是就到此为止 然后我们非常 非常谢谢 那个 感谢听众朋友 谢谢 谢谢 谢谢